原标替李勇十六岁女儿晒性感泳装 被骂惨哈文微博回应 真香让人泪目李勇去世 快三个月了哈文还是像他在的时候那样 每天早上都要在微博上到一句 早安不免让人看了有些辛酸私人已逝 大家都要好好活 李勇和哈文的女儿法图麦 十六岁正值青春年少时 却因为父亲的去世 更加频繁地受到大众的关注 前两天法图麦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状态 晒出了一张泳装照照片上 年仅十六岁的法图麦 穿得非常热辣黑色抹胸狠 带短裤也是三脚低腰 这让很多人都为之一惊 毕竟第一姑娘还小第二爸爸 也才刚走不久 这么快就走出阴霾早前 法图麦的微博也晒过一次 穿着比较暴露的照片 看一下日期正值附近李勇居士的前两天 那个时候就有一大波网友跑到小朋友微博下面去骂 考到最后只能关评论收场 不过随着时间的消失 很多人都理解小姑娘 当初那条微博评论里骂人的话也都沉了底 被赞到最前海的 依然是请不要打扰孩子宝贝 要坚强这次法图麦在晒泳装照 很多网友也都鼓励他尽快走出阴霾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让法图麦晒出泳装 妈妈哈文是怎么看的呢 昨天有网友在法图麦这条动态下 找到了哈文的评论 很简单只有两个字 so cool 女儿这么做哈文是支持的 而且觉得很酷法图麦这张照片的副文是 我宁愿在那里 刚开始有人直呼看不懂 但后来大家似乎在哈文的微博里找到了答案 昨天哈文更新微博李勇去世之后 他第一次一连PO出三张图还附上文字 越冷越需要温暖 这下真相大白了 原来李勇一家都很喜欢在热带的地方 去完当初李勇还在的时候 哈文就曾经在微博里发过一家人热带出游的照片 那个时候法图麦还很小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看起来 很是幸福如今 爸爸去世虽然过了这么久 小小年纪的法图麦依然无法走出来 所以才说 我宁愿在那里意思是 宁愿时间停留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从哈文更新的微博 不难看出在他心目中 是以女儿为骄傲的一辈子太长 我宁愿时间停留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我宁愿时间停留一家人永远在一起